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职业,稳定的收入,傲人的履历,可偏要去TVB当演员,拿着连之前零头都不到的薪水到底寓意何为,比如陈兴建,当年屡破奇案的香港警司,铁血硬汉,现在居然站在万花丛中主持港姐选美比赛,这操作也是看不懂了,本期的波罗区叨叨就和你聊聊,TVB演员入行前的职业有多牛,陈兴建严格意义上说不算TVB演员,只不过无限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都请他做主持,倒不说他主持的有多好,最起码有他在, 台上台下场内场外没人敢造次,在香港只要他想演的角色主持的节目,没有任何一家影视公司敢拒绝,自由人一个,从邵逸夫杨寿成再到向华强都要给他三分薄面,只要人加入行前是香港大名鼎鼎的高级警司,战功累累,比如宝生银行抢劫案,长城别墅凶杀案,仙尸大厦杀妇案,都是他一手督导破货的,最著名的要属震惊港圈的黑野狼事件,他胆大心细黑白两道通吃,在香港警界赫赫有名,就是这么一个万政主 目的破案奇才,在失业巅峰期选择辞职,转投娱乐圈,他说要把自己这些年遇到的各类案件写成剧本,警醒世人,作为编剧导演陈兴建天不怕地不怕,曾把杨寿成和女星开房的丑闻也颁上银评,让英皇老板颜面扫地,敢怒不敢言,离开警司后,陈兴建也彻底放飞自我,前后交了27位女友,他老婆都选择原谅,因为老婆身体不好,这些年都易于陈兴建的照顾,再加上他对家庭非常好,所以老婆就睁只眼闭只眼了, 陈兴建的大女儿也进入了演艺圈,现在做奢侈慢的经纪人,他这个女儿性取向一直都是个问题,可能和成长经历有关吧,陈兴建现在已经70多岁了,依旧活跃在迎评,可能对演艺圈是真爱,当警察是意外吧,他在警局到底经历了什么,咱也不敢问呢。 郭爱明在入航TVB前是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,专门研究火箭,收入非常丰厚,你要知道人家可是毕业于南加州大学机械工程和电子工程,双数是学位的学霸,刘青云能取到他绝对是高攀了,这么尖端的人才回国后不说搞科研,居然参加选美比赛,TVB简直浪费人才,不过那个时候是1992年,香港还没回归,郭爱明学历高涨得漂亮,领着时尚最高学历港姐的光环就出道了,值得一提的是,没有受获任何专业训练的理工科, 女学霸,演起戏来也游刃有余,不得不说头脑灵光,干啥也有模有样,在方氏玉中和李嘉欣演对手戏,也没有被咽压,可见魅力非同一般,但这么完美的女人,当演员的时间并不长,结婚后就永远告别娱乐圈,总是以良好市民刘先生的太太自居,你要知道刘青云中学毕业就进入TVB议员训练班了,看来在爱情面前学历真的不是差距,TVB御用颠颇照稀落,虽然至今都没有当过主角,但表演在她心里是从小到大的梦想,很多人都不知 她是一个高学历的隐形富二代,拥有国际商业及银行学硕士学位,在入行前她是一名拥有高薪受人尊敬的律师,行业精英转行做TVB律业,拿着还没有原来零头多的薪水,看来她对表演也是真爱的 在TVB有很多演员都拥有国外高学历,这也不是啥新鲜事,毕竟是国际化都市,很多人都有移民历史,入行前他们在国外已经拥有稳定的职业和丰厚的薪资 比如说陈慧山毕业后就在波士顿电视台做编导,后来想回港发展,就在TVB新闻频道,也就是明珠电视台做了新闻主持人 本来以她的学历和资质混入领导层也不是没可能,可惜中途被邓特西看重,派了一号黄亭,不过有高学历加深,就算以后退圈了她依旧能在培训行业找到高薪工作 这就是TVB演员十八班武艺,啥也精通啊 TVB演员李世华如航前就读于多伦多大学主修会计,在校期间担任商科学院的学生会副主席,也算是风云人物了 毕业后有很多知名会计事务所给她发录用通知,可惜都被她婉拒了 虽然专业是会计,但她更想当一名演员,2003年参加香港小姐选媒比赛,虽然没有拿到名次,但却被评为本届最佳上进小姐,被TVB牵走了 除了这些高学历岗界,TVB还有从警察、医生、律师这些高精尖行业转行过来的演员 他们除了当演员之外,还有参加剧本创作,毕竟行业内的事没有人比他们更清楚 不要担心TVB拍的这场剧会脱离现实,因为这些演员本来就来自于现实,你感受到了吗? 评论区让起来关注,我怕你想看TVB的时候就真的找不到我了